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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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178啦 有啦 因為他看起來滿像是一般的小男孩的路人啊 可是因為他算高 大家以為以前的形象看起來比較小 遜門樓 遜門樓 遜門樓我也是錯過 遜門樓 它號稱一天有超過多少個新探 差不多三 四個 一天耶 可是可能其中有一、兩個是那種 酒店公關的 酒店公關不能算吧 差不多三 四個 而且他們開場白都很妙耶 是什麼 都說 他說我有看過你嗎 然後我還沒有回答說 對 我看過你 這是我心裡 不是 什麼 你也很奇怪耶 這是什麼 這是常常嗎 大概是 是酒店公關才會講這種牌子的 因為一般正常的心態 不會講這些話嘛 有被酒店公關搭訕過的舉手好嗎 三位耶 一路沒有 我有 我有 是沒有讓人變的吧 不是 你還要讓人變的耶 殷琦是尖頭髮嗎 不是 妳今天想要營造出的感覺是 是因為裡面變成小布丁還沒染 所以先有個瀏海的Feel 沒有 我們剛才研究說 它這樣子看起來比較俐落 我想像是 對 有沒有 有 你眼睛好像化走那個眼珠 我一定是死鬥是贏鬥 你不要再攻擊他 因為他今天要跟你坦承 他在家裡也被跟你講一樣的話 就是媽媽也說他不聰明 然後 可是照理說媽媽不是應該是要誇獎你嗎 沒有 我覺得媽媽就要坦承 據實已告 就是不要騙你 免得你出去被騙 殷琦今天算慘的 因為他跟我們講 他被人家羞辱 是當面羞辱的事情 那個很過分 對啊 很壞 那其他的應該都過得還不錯 可是都曾經遭遇過 已經是明星了 還被人家問說你是不是 誰誰誰的這種處境 對 宋欣禮以前如果是高中的話 我絕對是會 真的嗎 就是以心態的身分是不是 因為以前我們讀同校的時候 他經過你真的會忍不住 多看他兩眼 非常的漂亮 現在是問你說 我們拍的生意好嗎 這批豬肉餐的生意還可以嗎 屁咧 你也胖嗎 我們對 SK她的身材有一點見解對不對 可是依據你們的慣例是 就算問了也不能回答嗎 因為我覺得那個問題 說實在是滿失禮 可是我真的很想問耶 什麼 Vicky你知道要問什麼嗎 她懷孕了沒啦 妳可以這樣直接講嗎 那不然咧 那妳懷孕了嗎 沒有啊 妳是不是還沒到三個月 所以不能公布 沒有 對啦 如果真的有這樣子 應該大概四個多月了 因為我實在找不出一個理由 是讓妳這麼放縱的耶 真的嗎 是三個月的禁忌對不對 困擾著妳 沒有 而且真的有記者很好笑耶 還把我拉到旁邊說 我們去抽菸 妳打到旁邊 妳打到旁邊 妳給我打一個 好 那妳現在打 妳現在打 那不是要打嗎 真的沒有 而且她已經穿了高跟鞋了 這不是說明就沒有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沒有 是我誤會妳了嘛 所以就是 對 現在跟她抱歉了吧 好 沒關係 沒有 我跟你講下個月她絕對就被公布了 那妳怎麼解釋高跟鞋 我以前懷孕也穿高跟鞋啊 不錯喔 我真的沒有 那還有一個記者說我上來 我說我哪裡上來 沒有啊 而且妳那個手臂就已經完全 準備好要抱小孩了 對 抱狗 抱狗 下個月我就 還是先恭喜妳 對 我還是不相信對不對 一定是有 真的 沒有別的理由 可是妳的見解跟櫻琦一樣 妳放心嗎 她也是這麼覺得 妳也是覺得她懷孕嗎 那算我沒錯 沒有 沒有 交給我們再介紹 好 好 這六位當中曾經被心態 跑上來問說 請問妳是不是某某某 其實她已經是某某某的是 我吧 都有喔 所以有人上來問妳說 妳是不是宋欣妮 對 常常 那有沒有人上來問說 是不是懷孕 沒有 還有沒有 而且我那時候 剛出唱片的時候 就是宋欣妮嘛 I'm Jessica 就是同名專輯 然後出完了沒多久 對 我走在路上沒有化妝 還有人問我說 妳要不要去拍戲 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藝人 然後我就很傷心 那妳要不要剛剛想說 其實我是明星耶 我有跟她說 我有出過片了 她就說哪一個 因為我那時候是真的 沒有博文TV 可是打櫻桃廣告 也有打一陣子 這種事難免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在 追蹤演藝圈的動靜啊 有時候就是妳不管發三張專輯 她可能都還是不願意 可是妳會覺得她是經紀人 應該要知道對不對 對 我覺得如果妳是走這 應該要了解 而且我從以前又派很多廣告 貝貝妳在路上還有人會 認不出妳嗎 還是會啊 我有時候坐計程車 大概兩成能夠認出我而已 我這個人啊 我這個人啊 妳是被人家認為說 請問妳 有人問過我說 要不然就說妳是陳思璇嗎 要不然就說妳是模特兒嗎 都有啊 OK 那王以路是被問什麼 請問妳是士官長嗎 沒有 沒有 這個現在大家就不用問了 我今天早上從那個中天進來 士官長好 妳說連中天的警衛 也在玩這個遊戲嗎 各大電視台的警衛 都在跟我玩這個遊戲 而且遠遠的就跟我講 我說快受不了 是妳現在人家是直接叫得出來 王以路嗎 現在比較叫得出來 可是可能兩三年前很多人 都會叫我叫成陸家儀 可能都有個陸 還有一個那個賣水果的女生 可以喔 警察也把我跟他一起搞錯過 OK 對 然後還有 最近可能名字很像 黃百露 引起被人家認成是 我覺得妳很有潛力當一個名模 什麼的 我說真的嗎 他說妳要不要當模特兒 我就說 我不是模特兒嗎 因為我那天有打扮有化妝 弄得就是剛工作完 我想說怎麼會翻這種事 我真的很不紅 我要再繼續好好的努力 然後可是我就很關心他說 我長得像誰什麼的 會不會是個美女或者是個醜女 因為他也說他覺得妳很像誰是不是 我就說我像誰啊 他就說妳超像那個名模 殷琦的 我就說殷琦 他就覺得 很難溝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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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繼續故事的那個 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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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一個冤魂在採訊 前世的進行有沒有 然後我們把他從霧魂裡面站起來 然後好像忽遠忽近的感覺 你要對自己有自信 講出來 不是 我之前受過創傷 我很難就是有自信 我現在有時候莫名的覺得 其實我長得不好看 沒有 因為我都在什麼的 他漸漸進行之後 你整件衣服要掉下來 你有發現 你有發現 而且他說你長得很像殷琦 那不就是應該高興 就代表說他還認得出來 他是殷琦嗎 因為如果以小菲的那個程度 他就會講說說 恐怕未必有人認識名模殷琦吧 就是 對啊 他說你長得像殷琦 他才知道殷琦啊 只要這個人 對啊 這樣很不錯耶 殷琦 好嗎 有考量 你怎麼會有考量 你... 你... 你再夾環境妳這... 毛布已經歪了嗎 要是 老闆妹妹請坐吧 好啊 請坐吧 請坐